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利卡奇亚尼斯也承认 对于中国正在生产的新一代陆基弹道导弹 美国没有东西可以应对 但是这就能成为美国退约的理由了吗 中国可不被这个国 因为我们发展中程导弹可是件好事啊 至少肯定打不到你美国本土 莫非我们发展远程导弹 将美国纳入射程范围 你才高兴 再说了 中国的中岛力量 答复的只是进海防御任务 指 要你美国不老是来南海 东海遭遥我们 保你安全 要是你来这里搞东倒西 那么我们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还有错了 如果美国不想受到这种威胁 大可不必在短短三个月 那两次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也别考虑在台海巡演了 毕竟东风26流这种能打击 4000公里外移动军舰的导弹 可是航母杀手 而且咱们的摇杆侦察卫星 可谓导弹部队 提供准确的目标指示信息 对于驶入台湾海峡的军舰 一达一个准 完全没问题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